Hello大家好我是Chris 金堂主要是介紹油性皮膚用的妝前保濕 如果你出油但沒粒皮 也沒什麼死皮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今天的內容 今天我會用Kiehl's的金棧花爽膚水 它本身沒什麼油份 也有效帶走皮膚上的油份 用完皮膚會感覺很清爽 最重要用量是要多 這樣減少化妝棉對皮膚之間的過度磨擦 也可以作為一個潤滑的妝 不要讓皮膚拉斜太多 如果不是的話 皮膚很容易出細紋 你看我順著皮膚仔細去擦 這個動作極其重要 可以帶走油份同時可以注入新的水份 順帶一提 這個專業的化妝網貨系列 是幫助一些對化妝有興趣 而且想清晰化妝原理 和學習真正化妝技巧的人 相信這個化妝網貨 可以是你學習化妝的起點 而且是完全免費 很多人都問我 為什麼底妝經常都不夠貼 用什麼粉底會比較好 其實妝前的保濕 真的比減粉底更重要 今天我會用爆水神器 這個我用了很多很多年 技巧上面要少量多切 為什麼 因為根據個人經驗來說 油性皮膚 對於水份的吸收 一般是比較慢 如果你一次用太多 會引致皮膚不吸收 你看我擦臉的時候 一邊有用力去推 這個動作可以加快皮膚的吸收 可以加快皮膚的 塗眼的時候 千萬不要碰到眼睫毛 如果不是眼睫毛有cream 眼妝好容易溶 而是眼睫毛 之後都可以倒閉 我們留意 鼻液和嘴角的位置 都用回多少少的份量 這些位置 通常容易乾少少 塗完皮膚水份足夠 會有少少回彈力 今堂講完油性皮膚的妝前保濕 我下一堂就要講油性皮膚 如何化底臟 如果你認為都幫到你的話 記得讚好 訂閱 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一堂再見 拜拜